你但凡你看在中国如果这个人没有在主席台上 没有在聚光灯上没有在很多的这个 他还算有点底线 你包括之前这真的去世的高峰人知道 那么他就属于一个真正的对足球一生的挚爱 但是没有任何的黑啊不好啊 人家就真正的就是喜欢足球 而且他是第一个把中国国家足球队带进奥运会的人 对吧他是第一个冲击奥运会的汉手奥运会 结果也成罪人了 告诉汉手奥运会怎么这个这个中国队又没进球什么 说被国际足联评为最没进取性的队 这都是胡说八道这帮媒体说 就是中共要想黑一个人 有一波势力想黑你的时候你根本挡不住 这就是中共的恶 当高峰而知的 让中国足球第一次奥运会出现的时候 赢了伊朗淘汰日本 是吧最后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记得不管他 是吧最后说他带的队伍是没有进取新人 他就被徐永宝年为四就给搞下去了 就这帮孙子年为四徐永宝这帮孙子 你们记住了啊这些人都不得好下场 因为你们干的是烂事坏事坏了良心的事 你们你别以为郝海东这个那个好像他没有带过我 高峰知道当年还不选我入国家少年队啊 你看啊中国的体制的恶啊就1986年第一届世界少年 柯达杯啊那是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啊 当时就挑全国就是40年龄是68年 全中国挑68年好像就这个也没问题啊 68年对但是呢我是70年 我入选不了主力没关系啊 我绝对会入选到国家少年足球队 因为我们这波提的最好的上青 我们从小在一块提我当时比他差一点 是因为我年龄比他小两岁对吧 但是以正常的水平我就在全国6869年提 我都提的好的但是所有中共最后要挑的是吗 666765年都改年龄 那个图胜桥的武汉的什么郭壮沈阳的都改个三四岁两三岁 对吧他们十八九来参加这些 那最后我就没入选没带 但是高诺文这个指导看见我的时候 当时说哇我们88年在太原 巴一队跟国家队打一场热身赛 当时还是土场啊 我们巴一队我先进一个 后来1比2输给国家队 最后五分钟国家队才进来 跟我们巴一队我们这些小孩 你想想他说哎呦你都这么高了 哎呦当年都没选你啊 哎呦现在你都这么高 就是我都不恨他因为这种体制就是把队员不是他改的 个个少对吧都在改 但是他从来真正的对足球的热爱 人家最后被从国家队弄走呢 就在沈阳开了个高峰而足效 最后没办法都倒闭了 因为他收那点钱最后培养出点人卖点人 根本就没法维持他正常的运营最后他和他的爱人就在那儿啊 独立苦苦支撑他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他从来没有你听过那真是轻信教父 什么他妈你去跟宝扯扯淡 对吧人家高峰文是真正的出来的很多的培养很多的人 当时的中国那包括这个杜振宇啊什么的这些人当时长春亚太那要这么讲人家长春亚太都夺了中超冠军是吧 培养了多少国家队的队员那都从高峰文足校出来陈涛啊什么都非常有特点 踢得非常好的球员比武勒都强多了对吧 那怎么没人说他是吧 就是因为他没有跟中共没有跟这些孙子真正的去勾兑对吧 跟足协这些当官人人家就他的事实一门心思就在那儿 做自己的足球学校但是太苦了在中国你干不成对吧 我不告诉你了吗在中共的体制内你只有像我们这样 认清他又能跟他既让你抓到把柄我还要利用你 菲菲这就叫本事没有智慧真的弄不了 没告诉你们我们做的这些东西我最后做足球学校我们做东西我们最后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里面 我告诉你们我还能做我还不受你共产党控制你还共产党还得被我们的调动 这就是智慧本质没办法是吧因为我有这个智慧 我有这个能力我能让你们来去干这些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加股费 没有贿赂没有都是在市场上都是在阳光底下我运营的 我让你们哑巴吃狂脸有苦说不出对吧 你们这个东西你没办法但是你要让我违背良心丧失底线 我跟你们勾兑也是不可能的好的菲菲